感觉非常的恶心 现在时间是上午9点55分 现在正要去特斯拉的维修站点 主要是因为特斯拉这个车出现了 我开过自载车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只要我转动方向盘 在我左膝盖左腿这一面 它下面就会出现嘎吱嘎吱的声 大家看我这个车机转的怎么样 听懂了吗大家 现在声音不是特别的大 就是开车拐弯的时候 这个声音会非常的严重 第一台是SM3三星雷诺的SM3 那时候我就非常喜欢SM 那个车是1.6排量的 然后整个配置非常的低 但是开了好几年都没出现过 方向盘转动的时候出现嘎吱嘎吱的声 哔哩哔哩的声 上午去特斯拉 下午咱们去Apple Apple名栋的维修站点 我已经预约了Apple Store的天才吧 的天才们打开 主要是这个AirPods Max上面的死网状结构 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刚开始还以为是我的头皮蟹的那个菌 繁殖出来之后破坏了这些纤维组织 然后寄生在这里 但是后来我们家那位一看说这晚上吃啥来着 说是那个后皮筋 给你死 刚开始我真的以为是寄生虫啊什么的 非常的恶心 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 大家不要害怕啊 这个是后皮筋 然后现在用这个近胶微距一拍 感觉确实是这个后皮筋出来了 总之天才巴扰的天才们让我拿过去给他们看一下 有可能激活这台AirPods Max的Apple Care Plus 我们去看一下 希望能给我换一个 这家虽然是活皮筋 但是戴在头上还确实感觉非常的恶心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出发一下 我买了 大干 嗯 这个生肖已经被激活了 非常好待见 就感觉巨齿 齿轮中间转轴那部分 应该放点豆油才可以 有没有一点二胡子小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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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特斯拉的门在这儿跟我说修车是免费的 还好是免费的 但是要修到下午两点半 所以呢 让我们家那位开着车来接我一下的 然后一起去一下民洞 靠里面有点好吃的 给熊来的补一补肾的 最近都瘦了 我们家那位叔叔现在又出发了 大概十二点就应该可以到了 这瓢怎么这么脏啊 怎么人体是可以分泌水分的 这非常的干净 这就是夜宫的 是夜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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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宅的 是夜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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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夜宫的 是夜宫的 Model Y的用户是在这边休息 Model 3 表现环境不错 是夜宫的 是夜宫的 喝完水 把上一顿 通光里积攒水 给他排除一下 现在是11点45分 就发现还没出发 我们家那位说 已经穿好衣服了 上一次通话的时间 是在30分钟前 太惊人了 已经过了12点了 职员们 特斯拉修理部 特斯拉服务的职员们 都去吃饭了 我本来起身要走 说不打扰你们 但是他跟我说 你放心 你长得太那么带劲了 所以让我安心的 在这里继续坐着就可以 可能是被我优雅气质素折服 对我产生了无尽的信任感 车船来了 11点20处罚 现在已经是12点45了 Hello 这车没有我的管理之后 招架 你会有点瘦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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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过去50年了 没有 是 5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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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非常可怕 嗯 XD 他在设计图上了 他在AR的射程上上寄了 他在某些图中的图片 他在某些图片里放了 他在某些图片 他吃了 他在某些图片里的图片 他在某些图片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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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蓋了 嗯 那麽多了 明白了嗎 嗯 髮是透明色 陽光 大家不要看 看起來非常的乾淨 但是實際聞起來 這家有酸不流丟的味道 什麼 可以吃雞蛋糕飯 晚餐嗎 嗯 雞蛋糕飯也不吃 但是晚餐 一旦晚餐吃雞蛋糕 知道嗎 一天就指著三頓飯活著了 哈哈哈哈 人突然變多了 肚子實在太餓了 現在去吃一下這個明洞大餃子 有刀削麵呢拌麵呢 還有那個大餃子 據說是 在明洞一定要吃的食物之一 拍第一 這果然是大餃子 嗯 薄皮大餡 熊孩子是拌麵 好美喔 這個要吃的 就吃了 你買了什麼 不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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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的 很酷 冷卻 很酷 冷卻 很酷 冷卻 冷卻 要吃的 冷卻 燙 冷卻 冷卻 夠了 冷卻 放了 好 冷卻 尾巴 白酒 为了冰箭的咖啡套可以摘一下 这家咖啡不错 所以现在这个AirPods Max给了天才80电材 他给我留下了两个罩 说这个是消耗品让我自己留着 我说留着干什么玩意 他说你可以当耳罩 大整天的多暖花 我说是你果然是个天才 然后他说你还可以按摩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AirPods Max它到底怎么样了 首先就是本体的部分 就是电池这个罩 它是需要去送修的 送到另一个维修中心 那里边他们会检查一下电池到底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就那样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免费更换 然后加不加Apple Care Plus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丝网状结构这一部分 它不能单独的更换 我们一定要跟上面这个架子 跟这个架子一起更换 而且这是需要花钱的 如果加入了Apple Care Plus的话 是4万韩币大概200块人民币左右 如果没有加入Apple Care Plus 这个价格我看一下 338182韩币 相当于1798人民币252美元 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贵 再加上我出现的这个问题 用了两年之后 头皮筋老化之后断裂 然后直冷出来的这个问题 天才80天才跟我说 AirPods Max的用户 很大部分来找它的时候 都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我就感受到 咱们购买AirPods Max的用户 我一定要购买这个Apple Care Plus 孩子都拔碎了 我这是成何体统 俺会转弃你的心 如果不愛我 如果不爱我 也可以地增弃你的心 如果不爱我 就做了 我第一次做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